最近张大铁和她加拿大的亲生奶奶和姑姑们团聚了 本来是个该快乐的事 但是张大铁都要疯了 孩子挺难的 我们最近来了一趟内蒙 开启了特种冰湿旅游 因为温迪不喜欢花太多钱旅游 所以我们是抱的团 抱团那中午肯定就在景区吃这种旅游团餐 你们应该也了解 这种团餐就特别大一个亭 然后全都是桌子 菜不咋地 但是人永远是满的 我嫌就快吃快走 结果温迪他们刚一进来 燃进来了 跟我说 哦我们碰巧遇到了一个婚礼 我们来参加婚礼了 好开心啊 旁边的主角跟温迪招手 温迪还跟人说话 哦这难以名状的运气 这是多么幸运的一天 亲爱的快告诉我进行到哪里了 我是不是迟到了 冲人旁边那团的导游就是一个烙 我说温迪你赶紧回来 你再烙一会儿那导游带你买玉去了 温迪说 啊内蒙古还有玉 我说景区都有玉 都有玉 吃完饭坐烂车 拿铁被她的奶奶和姑姑们 抢到了他们的缆车上 这一车就张拉铁不会说英语 无法交流 鸡兔同种那种感觉 就好像一个书生和一群蛮子憋在了一起 然后下山缆车往下走的时候 远处地面上的工作人员就朝他们喊 来抬杆抬杆抬杆 温迪听不懂 她喊啥呢 玛丽莎说 好像是说抬杆 问咱们山上有没有虎 你靠说 可能是在后边那个缆车里 有人叫抬杆 她回头朝后边的缆车喊 抬杆抬杆抬杆 瞧了 温迪不会说谢谢 她管谢谢就是吓吓 她以为工作人员是在客系 所以工作人员在那儿 吓吓吓吓吓 温迪在那儿 吓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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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 就差一点这几个人 就顺着下来的缆车又上去了 好好的缆车硬坐成了魂线 别的游客看着都猛了 以为这景区又加了个景点 叫回转加拿大人 回转加拿大人 一开门还知道跟游客说谢谢 他们下缆车 拿铁抱着我 说再也不跟他们坐车了 温迪哈哈大笑 开始跟拿铁解释 因为啥误会呢 鸡咯啦啦说一堆 他不说话 你不说话 反正张拿铁跟这几个人 通血缘 但是不同语言 这个影响张拿铁的沟通机器性 但是完全不影响他们 他们就是不管你听懂听不懂 就一直跟张拿铁说话 一直说 大把手的 高铁城 所以你会变成为人吗 这么多年 所以你觉得什么 你会变成笑吗 有这么多话 妈你大家好 拿铁啊 这是来自加拿大的白皂盐 别提人了 我妈一起看出这个 这平板这么老大 你看他不那么累啊 然后Wendy他们不是学了一首歌 这亚洲熊风 你别看唱的都不准 但是被这歌洗脑了 就是一个唱 跟那个妖狐疯了似的 从北京唱到那梦 给张拿铁烦坏了 不光一直唱 还一直跳 白天唱 晚上跳 妈说如何是 是什么跳 我告诉你 他们不光今天跳 还得跳15天 移轻开车 只有 Charlotte 有什么跳 西字幕 sinister 好